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场说明会 你不来你会终身遗憾 你不要到时候变成遗憾终身 老师好可惜 这是可以改变你一生的 一次再一次的重新再做出发 你掌握这一次 我这个人说常常跟你讲 我如果没有东西我就叫 我就讲就没有办法邀请 我这个也不会跟你讲瞎话的 像前一段时间12月份 我一直跟你讲说 就叫你大家要做一些 做避险做空的原因 因为找不到股票 看不到方向 然后从第一季一月份的一个 动的一个方向 找出一些动的概念股之后 那当然那档股票就 其中一档就是原项 你也看到的确 昨天一到昨天还在动起来 虽然它没有特别大 这是什么 这是大型股 昨天中场又再次创了一个 小破端的新高 它现在季线说实在是有点反压 134.5那个地方 但是它已经悄悄的站上去 所以说你短期货不获利跌 就是也可以啊 如果你买在年限的话 每一张赚20块钱也好得不得了 就不过是那个2月6号 那件难得的有一次什么大跌 大空头大跌那一次 多少人那一次下半时 可是就是难得有那一次的话 多少股票在那个地方重新再做出发 重施再做整合 所以才有原项到今天来讲 138 多少20块也不错 这就是难得在大盘有大跌的过程 可以买到一个便宜货 那当然这个重点股不是在原项 因为原项这档股票是一定什么 一涨难跌的吧 但是它带动了什么 带动了一档叫什么 叫联永嘛 倒下来139.5 这个难道你忘记了吗 也是一样年限118块那个地方嘛 难得碰到2月6号 包括2月9号有回撤 每股的一个大修正 才有那个机会让你买到个便宜货 那这两档股票的吗 基本上都是你可以轻松跟上 只怕你那时候来到低档的时候 你又开始什么 想要做空 那时候我告诉你 全面请你翻空为多 重新再做出发 重新再做整合 那真的这波最强的股票 当然我们不能不去讲一档股票 当然这档股票真的说算也相当的棒 就是威胜 只有一天昨天不棒 礼拜五 昨天威胜来讲 但是它现在在30块 连续涨停满涨停满涨停满 它才在30块4毛 昨天最低29.5 只要破了30块马上收到 而且它配合量 你说它点到哪里去 但很可惜啊 如果这样一样在那个地 在前一两个月前 这档股票是可以涨两倍 它是从一个10块钱左右 出发 上涨一档股票 大盘涨它还涨 大盘跌它还跌 就是一个什么贴上人工智慧 这种股票也是 也是一个大整合过的股票 重新再做出发 接着来讲 当然这两档股票都已经涨很多了 这涨两倍上 包括这3228的 现在有人跟他讲 是经历客要买什么位置 我告诉你它也没位置给你买啦 真的说它只是 涨了一波之后 在那边做一个震荡休息 等待什么叙事待发 那这种买这种股票 这样什么 目前来讲不好赚钱嘛 就如同这档股票6203一样 它只能续报而已 你还怎么样 重新买回来只能续报 重新再做出发 但是要马上很好赚钱 不像上一波 连续涨停板 涨停板 涨停板连续什么 那三只涨停板 就20几% 就什么 就很可观的 所以这种股票 你只要安心 不用急 等它有一天不小心 又出现个最佳的好买点 我一定会公告给大家 它一定是未结束 但同样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 我们帮你选中了什么一档股票 武峰也帮你选出来了 好了 我就跟你讲说你不要 我说这些股票三档 你选一档就好了 我今天真的说实在不得 因为今天说实在 这档股票 我不是说都是一二十块的吗 而且店长早就跟你讲过了 也是之前你套牢的 重新再出发 也是一档整合过股票 4.1 2.1的优胜 昨天早上礼拜五 就还有一点低一点可以买进 那现买现赚 不要说涨停板 涨停板也不算什么 15块1毛5 最重要是它的量这么大 那这档股票 难道我没跟你讲过吗 实在这档股票之前 我在电视上就一直告诉大家 这就是所谓的 它假如是全世界第一或第二 你就不用怕它没有未来 包括三月份 是不是生计月 所以仔细看到毛利率 它也相当的漂亮 最重要这张股票 它的量8000多张 8000多张那时候怎么跟你谈的 它不是不会涨 是时间未到而已 曾经有时候不小心 都可以涨了一倍左右 这个地方时间到了 我认为它到了 你看这次来讲 小涨了一波 6块6 那时候我一直告诉你 这地方是一个买点连线的观念 你说老师 当时代来 这么一年可能才这么一次的好买点 坦白跟你讲真的 它竟然已经涨了一小波来 它16.6 如果你只因为我这档股票 16.6会不会是真的高点 实际上算出来的话 如果这波 11.85就是它上一波连接过来的一个 回撤打第二支脚 当然这支脚的话一定什么 从11.85开始起算了 这个加回去说 这档股票如果不小心 那哪算是升了新的高点 那时候难道我没有跟你讲 三月升级股 这档股票要还你一个公道 那是多少钱 那天才刚刚开始 要涨停板 太便宜了 太便宜大整理过 实际上昨天你如果能买在13.4 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真的你想要买到13.55的 我真的要恭喜你 这档股票坦白讲 这个大概机会就在什么 在你愿意温腰下来捡那个钻石 这档股票说实在目前来讲 你说老师为什么讲到优胜 因为当初我跟你讲过 这档股票 它报那个大量之后 会回来做休息 休息后是一个重新进场的位置 所以你要记住你要怕量缩 不要怕 你看量缩到1000张以下 是不是在涨 这也是一个跟威胜 武峰一样大整合过的股票 贴上它本身经过大整合之后 它一定有未来性 它整合过没有 它是一档70块的股票 在97年 70块的股票跌到鸡蛋水饺股 你觉得它有没有经过整合过 当然是有 包括现在目前来讲 你觉得是高档还是低档 实在就算这个涨停买位置 当然这个地方说实在 现买现赚个10%也相当不错 但是想实在的话 这个就是你可以买的很多 现在所谓这种威胜形态的股票 转机形态股票 业绩已经开始上来了 以前都是高价股 这种股票领先整理完毕之后 你今年领先去做规 你的一档股票 不要说再羡慕那个 我又要讲到这档股票 6150的汉迅 就算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涨很多 它怎么跌 你告诉我270块了 当然它慢慢会跌回来 但是如果你买在340块的人 以前那也是鸡蛋水胶股 总就已经赚5倍以上了 所以你不要怕你没有机会 机会是给你愿不愿意 重新把那个赚钱的氛围找回来 所以说我跟妳讲说 你会终身遗憾 不要到那边遗憾终身 为什么 因为这场说明会 就是要全部告证你 未来你的机会在哪里 不要说涵蓄这种股票 那绝对不算什么 我坦白跟你讲这 因为这就是资金行业引爆 尤其今年的行业 最特别的地方 不是高价位股 以前人家很喜欢跟你讲高价位股 因为高价位比较OK 但是高价位本身今年来讲 不是真正你可以赚一倍的股票 那的确高价位股的稳均之下 未来这些低价位股来讲 你这种股票一定要带到说明会来 昨天真的说如果你愿意早一点 这个股票真的说实在 哎呀 没错啦 你说老师还有这个我当然 当然还要保留一下 给你有没有想赚钱的人 怎么可以一次就全部给你 那太我们太随便了吧 随便给你的东西 你说实在你也不珍惜它 把他当做什么 把他垃圾把他包一包 哎呀以后怎么样 我不要你这样做 当然这波行情的确 从去年一整年下来 我们不要讲说我们涨了多少 一些好的股票给大家 但是为什么投资朋友常常都把这些 大涨特涨的股票包括汉迅这种股票 全部卖光光了 包括今年来讲 延伸到威盛这种形态股票 目前才三十几块 那包括这个优胜才十几块 还有很大的比价空间 这档股票更妙 几乎在第一档 在历史上的第一档 这些股票更不用讲 都很便宜 你买的可以很多 不怕你赚就怕你不愿意换股 那当有些股票比较慢 这地方因为他时间会拖比较长一点 这个地方我 以后等他有机会回来 就如同上市的优胜 他在大涨的过程里面很多人 很多人没 因为他在这边很多人在跟你谈嘛 包括我也跟你讲这个股票的确不错 太便宜 但是真的回来的时候没人跟你谈 反正在量出的过程 我告诉你这太便宜 你要好好弯腰下减钻石 现在回过来 这档股票根本就是一档 的确也整理完毕 重新再出发一档股票 所以这档股票未来如何 在我在之前跟大家讲 一档十几块股票 要回到二十几块 三十几块难不难 只要他整理完毕之后 你也知道不难 就不难嘛 有时候股票涨起来很可怕 尤其第一档股 十几块涨到二三十块还是第一档股 现在都已经涨一倍两倍了 他的上涨空间有多大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重新把赚钱的氛围拿回来 只要你愿意改变 因为有时候你的资金部位跟法轮不一样 有时候你稍微集中一下 波段你就可以赚得到 短线你只要懂得 在大跌的过程里面整理完毕 进入做成绩的话 我请问优胜好不好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很强的股票 但你买了这一点当然不错 马上先买 而且人人都买得起 这股票说实在 以目前来讲 昨天的量开始 六千多张了 这量刚刚好不大不小 刚好在放量 所以你一定要找寻有机会 我们再说再研究 这边就不方便跟你讲 反正毕竟这张股票我也跟你讲说 它非常棒 棒在哪里 大家看它历史上高点70块 为什么它以前历史上高点70块 因为血压季 它是全球第二大 包括这个需求是相当的大 没有办法 因为年龄都高龄化了 包括去年来讲 它几乎已经超越全年了 那今年放眼这个地方来讲 不小心这个东西 它的成长幅度是相 转积形态股票 相当相当相当 营运竞争率相当高 而且它毛利率也相当高的 这张股票没办法来不及 我有跟你讲说 如果你没办法去说明会 你要领先来做布局 好啦 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补搭几档 不要怕没有 这种美赚太多了 但你要买是可以限买 像我这次准备的时候 你要不要赚钱 你半一你一定确定要做动作 最好这两档股票 你放心 都可以补你这些所没赚到钱 你说老师 五丰要进场吗 我也想要进场 可是问题 他买什么位置给你呢 你告诉我呢 所以倒不如这个地方来讲 你先把这个 我们准备好的东西 是准备给你 因为昨天的大盘是 几乎盘中大家下半 贸易大战会不会怎样 会怎样 尾盘就拉高了 还有一档股票 你自己看 这档股票之前就跟你讲过 2376的技嘉 收最高 这样跟你搭上去 你说盘中全部卖光光 你是不是靠戏 谁跟你讲的 我难道没跟你讲 这技嘉你回撤65.5 我们会已经全收了吗 让你轻松跟上 随便你昨天做点短线 尾盘收最高 我相信你也很开心 何况在之前 我就跟你讲 这个年限的什么 位置在哪里 就是我们在12月 进场的46.8 那个附近 这就是所谓 有些股票回不去 你要找一下 第二个黄金买点 好 这些股票都已经上来了 他的第二个黄金买点在哪里 那这个股票在底部 好好的自己做个把握 这边来讲 那等下开始 在新竹 台南跟高雄 就这样子 好好的把握 4月份 你就不怕赚不到钱 你要好好的把握 这一场说明会 真的你不然会相当相当 不只可惜 也会太遗憾了 我跟你讲真的 有权利益的帮助 等大家来赚钱 好好的自己做个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好的 所以说跟大家报告 现在在关盘的重点里面 你是闪悟 你要特别要喜欢叠 尤其大盘在叠的过程里面 看什么股票 特别的强 那就是为了主流 所以昨天大盘的方向 就很明确 虽然尾盘稍微小拉了一点 小红 那当然是拉了一些 一些特别的股票 尾盘几乎什么 一盘就直拉 直拉上来的 那为什么 这个就很明确 那尬那个空头 那这张股票如果真的说 早上的时候 技嘉这张股票也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目前来讲 也是个整合完毕 重新再出发 只能有一个第二次的黄金买点 以前的 这个是比特币概念股 现在它有个贴到什么 代表比特币 概念股未结束 真正结束就是涨多了股票 这些股票涨不动而已 那你买它没意义 但你要跌到哪里去 就慢慢跌 就像汉讯 这个涨那么多了 现在就已经交在外面 那轮到什么 轮到代表 它轮到就是一些什么 电竞题材 包括 未来它 它这个股票本身 经过它一个回撤 找第二只脚 所谓说 你们都说回撤找第二只脚 也可以这样讲 像那种 这种电竞概念股的技嘉 我们在这次重新 它第一次我们买了46.8 就是一个年限的位置 那时 而后最重要 我们都不要讲太多了 就这样 但我那时候 它营收创的历史新高 65.5你买是不是波段的好买点 65.5 那时谁可能看到三月份 它涨到七十几块 那七十几块 我没这样追高 就回来这边 你就只能做切入 就现买现钻 这种股票量又很大 你要怎么抽 随便你抽 这种股票说实话 就是短线上非常好的标的 就怕它不敢跌 跌到一个 它整理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切入 所以有些股票投资朋友 你一定可以跟得上 不要一直羡慕 有些股票一直涨一直涨 一直想要帮人抬交的动作 实在最重要的是 它每一季每一季 尤其法人 很多股票拉高的时候 它一定 一定 一定会获利了钱 然后再有下一回的 一个真正的主流股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什么股票领先 法人在做卡位布局的动作 不要看你跌的时候 就一直想 哎呀消息面 可能这要跌到哪里去 这行情说实在 要跌到哪里去都有限 就怕它不跌 跌的过程里面 是让你最好看清楚 未来的真正会大涨股票在哪里 那当然这机家就不啰嗦了 这个是我们之前可以选出来的股票 这样也相当的漂亮 但是没有办法 它已经涨上去了 那当然这波还有一档股票 你一定要把它乖乖的留下 我现在直接了上涨 因为今天实在太多太看了算 8163的达方 不要忘记它被动元件 它达方是谁 有达集团的 它在量已经在放 开始放大 这种股票低档已经五多 这是上次说明会送给大家的 这种股票 你一定要 如果你没有办法来说明会 一定要乖乖的把它留下来 就怕你就随便把它动 就把它卖掉 这股票量缩到都没有量 之后它都还在31块 如果一旦补量 好你注意一下 这个股票真的算量 已经开始在有了 代表这股票是对的股票 你不要随便轻言说放弃 股票有时闷死你一个月两个月 它真的是爆量上涨 因为量缩之后 很可怕一涨的话 马上送你一根涨停板 就如同这档股票五峰一样 你现在说五峰强还是弱 你买在高点的话 如果你昨天不小心 开盘买在48.3 我实际上我也不认为说真的高点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一追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它那时候 那根涨停板在过程里面 在44.5这个地方 你买的时候相当的漂亮 它会不会再来 会不会再来 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好好去思考 它连线已经正式在翻扬 为什么这档股票 目前还有机会让你又稍微回来呢 那当然这地方来讲 主要那天是利用一根长纹棒 直接开高走高 拉过去 所以回撤除以二 差不多 这档股票实际上最重要 实际上 接着来讲 它的关键也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很难过 我觉得它不太难 那问题那这档股票 为什么进来一定要销做一个收敛的一个休息 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真的看得懂一档股票 它有个攻击讯号出来的时候 那很重要的攻击讯号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要好好自行做个把握 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毕竟这档股票 那时候那天的时候 在这42.5 你怎么看待它 你一定不敢买它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 你看看 法人实际上这档股票一直买 一直买 所以你说回过来 这档股票本身 它进来回到一个 昨天就算开高走低 是它收在46.2 你看看最低不过45.9 你叫它怎么回去 你说它强还是弱 所以股票的价位很重 是在于说你要想要买在一个相对 我现在给你的股票都是类似 这个股票正是在走长文棒 这样第一个 所以我现在不方便跟你 就像昨天的那个 你已经看到一档股票涨停板 我们我也给你股票就是要这么样的 这么样直接了当很犀利 那最重要 这不只要赚它一直涨停板 最重要这种股票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大多头行情的启动 我觉得它机会相当的大 为什么 因为这个景气复苏之后 你也从很多很多的一个 所有的股票的一个 一个营收获利都非常好 你知道吗 什么会有钱 健身啊 包括娱乐啊 就所谓吃喝玩乐啊 那就对了 这张股票在前天的时候 爆出19,524张的量 如果你这个量 是它非常大的一个相对历史的高量 所以它本来在昨天的话 这个股票如果再持续爆量 它一定会有机会买到低点 就你看看它的量马上缩了 6000多张 虽然它跌百元 因为它爆大量就遭做停 那这个地方大量是不是一个走空头 我认为不是 你仔细看一下 我跟你讲过 这张股票在年限的时候 它是一个大 它早就是大空头的股票 从1000块 它以前是 那个是千位数字 是1000块以上嘛 对不对 是千金股 现在说实来连百位都不保 回到一个50块以下 还不敢很多人还不敢买它 但我认为这张股票 你这个地方要 不管你套牢这任何 你要好好把它保留下 因为它曾经在102年 我也跟大家讲过 它的年限只要一旦翻扬 它都有机会大涨 不只是一倍 以上次来掉211块 它是一年半涨了总共5倍左右 那现在这一关来讲 你自己看它的19000多张 对称形态来讲 我跟你讲都是有评有据的 19000多张 是在103年12月19号 这个地方101块 112块跌 如果在 这个地方不是常有 所以代表这个地方是底部放量 对不对 19000多张 所以这种股票这么大的一个大菜 只怕你要怎么吃都可以 不管短线或破占 有量有价 就怕你的位置买不对 跌的时候你下了半尺 当然这种股票坦白讲 它第一个买点已经怎么出现 它那个40 要才买到42块 我是觉得很难 但的确如果在46块你承接的话 慢慢往下承接 我觉得你不会吃亏 我讲真的一句话 就算你买的是48块左右 如果它是整理完毕 以这个形态来讲 这种股票未来会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那最后这种股票要取决在 它公司的业绩 是不是有够亮点 我想这个地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它没有亮点呢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这张股票本身 武峰就是一个POSE系统 包括工业电脑 你觉得它有没有奇才性 包括你也知道它赌博机 博弈概念股 这个地方来讲 一下子说这边 台湾的澎湖这边要开放 一下子什么又没有 一下子很多问题的 我们都不要管台湾这个圈 台湾的市场太小了 坦白跟你讲 最重要是它放有什么 俄罗斯那个赌场 它早就对公 对它公司来讲的 的益柱的营收 早就已经上来了 所以这家公司本身 你以前或许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一个很没有赚钱投机股 但是在公司早就已经正式 已经正式在赚钱 如果它获利一旦 你看什么大幅度的成长 你难道到时候 什么又重新买到100块 200块以上 我不希望你这样做 因为在空头的时候 实际上这种股票都可以 你涨到200多块 曾经有表现过一个大凡 代表它是不长得 一鸣会惊人的 而且股本很小 我刚刚跟你讲 这种股票本身 股本小的股票 它的活泼度是相当高的 所以你不用去羡慕 汉讯也不用羡慕 微盛 甚至有人问我说 老师3228的金益科 老师你在讲 这种股票很标 我想要买哪里 我真的还要问 你要买什么位置回来 它连线的位置在哪里 可以参考 你觉得有可能来吗 不可能 那唯一的机会 就只能看五峰 那如果不来的话 不来的话 我妈没有办法 我们就要看着办 有时候你把我的抗讯带到 有机会带你赚 如果它能涨到200块 我现在不是 我告诉你 这种股票如果涨个100块 200块 有没有这个机会 你要从里面 怎么复合性的赚 因为这种股票很大的菜 不怕你赚 因为它量很大 它不是那种100张200张的量 所以这种股票操作的一个 一个什么 就是要好好的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我希望你这个 目前来讲 这张股票 的确它是一个 重新的在整合 那最重要 当然很多老师 这后面 盖牌这样什么 筹码更下安定 我跟你讲 这档股票也是相当很 彪悍的一档股票 比它还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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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这个二号 一号更不要讲 一号这个股票 你买到赚到就对了 因为它年限 跟现在来讲 离一点点而已 而且量已经都没有了 但奇怪 法轮为什么持育买不停 但它的题材性在哪里 我想这才是重点 因为它题材才能代表一切 我不是跟你想瞎话 这种股票真的 那量法轮一直在买 一直在买 对不对 到底什么 为什么这么便宜 而且营收也相当好 我跟你讲 我们这次准备非常多的一些 很靓丽的未来 会让你动得起来 包括大整合过的股票 如同这样子 那是不是你可以买得多 就现买现赚涨停百 而且继续赚 包括像微生样十几块的位置 像武峰 说实话他回不去了 坦白讲 如果年限这个地方 你参考一下 这种在底部的股票 你才有办法改变你的一生 这边来讲 再跟大家 这次的说明会 你真的一定要好好地 自己做把握 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 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好好地把握一下 胜过你所有手上十档股票 拿你手上股票来换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规划 驻扎托税 年纪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支付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